三分鐘前已經結束 我想林部長應該馬上就會到了 我跟許委員報告一下 林部長他應該在半路上過來 他是參加勞基法的會議 他今天早上的準假是我同意的 先跟你報告一下 但是因為剛剛我們程序已經處理了 所以他在路上過來好嗎 謝謝 那我請我們李部長 徐委員好 部長首先要佩服你的記憶力 你沒有忘記7月份跟日本海洋事務 有關儀前的談判 你還記得說要提我的名字 而且不單是上個禮拜 我們就已經向日方提了這個徐委員的答案 那今天早上林部長還沒有來之前 也讓你多站了幾分鐘 你也辛苦了 部長我首先想請問 我們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所謂的TIFA 對 自從102年3月在台北赴談以後 就在台美兩地舉行 103年在法府舉行 對 第9屆104年10月在台北舉行 然後一直就停滯到目前為止 請求部長 今年會不會召開 今年會召開 今年會召開 最慢在年底前就會召開 應該是這樣子 甚至才六月份 六月初 也沒有說我們想要召開 美國不同意召開 也沒有這樣的問題 應該沒有聽說有這樣的訊息 因為我想這個基本上 還是一個工作階層的意見交換 因為美國是我們的第二大貿易國 雙方之間當然有很多的問題 需要擺在台面上 雙方的貿易談判官員 就這些意見交換意見 是一定的要做的事情 好 今年會召開 這個不只是符合於我們的利益 也符合美國的利益 好 今年會召開就好 對 部長我再請教你 現在也很多的這個 有關美豬瘦肉精的這個問題 會影響我們國人的飲食健康 昨天在退補費的這個委員會裡面 也請問了北中南三位榮總的院長 幾乎也是說對人體是有損害健康的 部長你如果今天不是外交部長的身份 你就是一個平民百姓的身份 您認為美豬進口可以嗎 好嗎 問題是 我今天已經做了中華民國的外交部長 所以說今天在這個國會殿堂 答覆許委員的這個問題 我只能以我的官方的職程來回答 好 那就以部長您的身份 外交部長的身份 您認為美豬進口 對台美之間的外交的關係 有所注意嗎 因為這個問題 我想徐委員也非常清楚 現在是以外交部長的身份 這個美方對這個問題 是的的確確經常表達關切 而且美方的關切呢 也不只是在會議桌上表達 他們在公開的場合 也不只是行政部門表達 他們的國會議員呢 也曾經公開 這個也是公開做同樣的論述 所以我想這一點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簡單的說 我是認為啦 如果美豬進口 對我們台美的外交關係 應該比較順暢啦 可以這麼說啦 譬如說 他可能要利用這個美豬進口啊 才讓我們參加這個TPP的 這個第二輪的談判啊 這個條件來交換種種 那我要一個建議就是說 如果真的我們擋不住 美豬會進口 我相信美國人也沒有這麼壞心啦 說要害死我們台灣人啦 他可能一方面 是要做生意 二方面 我自己想的 是不是有別的國家 他也不讓他 含瘦肉精的豬肉進口 然後以我們台灣做擋箭牌 那台灣都沒有進 我們為什麼要進 你有裁掉 你有裁掉 你叫台灣進 我們就進 會不會也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所以美國一直要給壓力給我們 要我們進這個 含瘦肉精的美豬 我想美國政府的立場 事實上也是非常清楚 當然他背後業者的敦促啊 給他的壓力呢 事實上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想這是很清楚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部長我這樣子啦 我一個膚淺的淺見 可能讓瘦肉精進口 對我們國家有另外一方面的好處 有什麼利益 當然進來以後 對國聯的健康有所損害 是不是我們外交部來講的話 有所謂的糧食炎柱計畫 以前有過這樣子的嗎 我們沒有什麼 就是對我們的邦交國 或者是友好的國家 邦交國像類似的東西啊 講老實話 這個過程的複雜程度 恐怕超過大家的想像 因為你比如說 我們有時候有多餘的稻米 是吧 我們把這些稻米 要原正給一些這個 比如說有水災啊 有風災的地區 事實上這個機制啊 都還不是那麼單純 有時候都還要跟其他主要的稻米輸出國啊 之前有個協議才能夠做這種事情 我所謂要提的就是說 因為讓美豬進口 瘦肉精的美豬進口 被給我們國家帶來很大的利益 但是我們又不能損害到我們國人的健康 我的意思是說 那就跟他買嘛 跟他買基本的量 那基本量多少我是不知道 買來以後 給我們外交部 去援助 糧食不足的 邦交國也好 甚至於 有好的 有我們的 國家也好 當然不能送到 回教國家去啦 他們是不吃豬肉的啦 部長您認為 這樣是不是 有點兩全其美啊 這個實務上 實務上是不是可行啊 我想恐怕還要請我們相關的私處 實際去做點研究 因為我想 許委員這個利潤非常的好 非常有創意 但實務上怎麼做 我想我們相關的私處 他們還要進一步的研究以後 才 就像我剛剛跟你們報告 像我們自己的稻米 我們剩餘的 想要捐助給一些受災難的國家 在國際上還有很多國家還會 還會關切還會反對 是不是 在我們覺得 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事實上 國際間的這個運作 就是這麼回事 對 我簡單的那個 理論就是說 絕對不能讓 跟美國人做生意沒關係 絕對不能讓 含瘦肉精的豬肉 在我們國內市場 非跟美國人做生意 那就是我剛剛建議的 是不是 對我們外交部也還好吧 我想我們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是 這樣子為人民所關注的一個 重大的一個決策 一定會經由這個完全的一個程序 而且基於這個科學的論據 才會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好 那這一點我們就到此為止了 是 那個部長我請教你 這個今天的報紙也有登了 我們卸任首度 我們的元首 前元首馬英九 前總統六十五 副港演講 您樂不樂見 我們這個卸任的元首出訪 我想只要按照這個法定的程序 當然就是大家都很樂見 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甚至於請教部長 是 以後如果有重要的 國際場合的會議也好 活動也好 活動也好 您是不是可以建議我們的總統 不要論哪一個黨 也不分籃例 是說誰代表我們中華民國 代表我們台灣 出去參加這個國際的活動 國際的會議 比較適用 也不是說一定就是要民進黨的身份的官員器 如果就是國民黨 就是五黨 他如果去參加這個活動 去參加這個會議 他也很適用 適才適用 是不是也可以建議總統說 不是說一定要分什麼黨派 只要對我們的國家好 派哪一個黨的人 代替我們參加 您是不是以後有機會可以這樣去建議總統 我想以我了解的蔡總統 她是一個非常身為遠慮 心胸寬大的一個國家的領袖 我想她一定會做最周詳的一個考量 好 那以後我們大家就拭目以待 好 謝謝部長 謝謝許委員 謝謝委員 謝謝部長 好 接下來我們請許永明 許委員